這裡是彰化的京城夜市 禮拜五其實是有擺夜市的 不過今天彰化縣府臨時宣布 縣內要禁止擺設夜市 不過很多攤販根本來不及反應 已經把工作車開到夜市來了 今天要來測攤 原本今天要擺攤的是不是 才剛來夜市就要收攤 把燒賣攤子鍋具瓦斯 再搬回火車上 星期五是夜市大日子 卻一毛也賺不到 大家也是要做好 反覆坐車 不然也是沒辦法 真的是要找適當的自己 適合工作再去做 不開玩笑真的要暫時轉行 因為五月十四號起到六月八號 將近一個月無法擺攤 沒收入怎麼活 不過民眾倒是都能接受 大家在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脫下口罩 那種就風險又擴大 人流量很大 就是來來回回的 然後你也不知道 就是也沒有實名制 所以我覺得說是要管制 也有攤販說宣布的太零食了 這就要進行 要跟公諜一下 還沒有抓狂 營業的話 因為有七八萬朋友這樣 彰化縣開下全台第一槍 禁止所有夜市擺設 影響範圍有五十幾處 甚至進一步 連縣內的公廟也要禁止 跨縣市進鄉繞境活動 全城貼太高照了 因為冠軍帽爆紅的 彰化譜言順澤公也接到消息 連台也取消 發放冠軍帽的服務 就是全部都取消了 彰化縣府突然升級的防疫措施 甚至比指揮中心規定的還嚴格 下令全縣禁止擺設夜市 也是疫情爆發以來 第一次有地方政府這樣做 它可能造成潛在的風險 那大家可以到夜市去看看嘛 夜市有可能做到總量管制 人流管制戴口罩 社交距離嗎 事務上要做到很困難 不管指揮中心彰化縣 自我提升防疫規格 強化人流管制 不管是有預感 還是預防剩餘治療 能確定的是 連日雙位數成長的本土案例 讓各縣市政府的神經 越來越緊繃 TVBS的城市中 黃國鈞 羅一星 彰化報導